重温台湾的轨道传奇 台铁的捷运化与观光化将成为未来的新趋势 台湾铁道黄金的年代 大概在十大建设完成前后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台湾铁道路网堪称是营运里程最长 路网最为完整 现今环岛铁路网八条干线 纵贯线 山线 海线 屏东线 南回线 花东线 北回线 宜兰线 也在1991年版图终于完整 但是这最光明的时代 也迎来最黑暗的时代 因为台铁支线跟着快速消失 窄轨轻便铁道急速没落 城乡风貌顺势改变 一切都记录在公式纪录片 轨道传奇中 贪称是台湾铁道这个黄金的年代的缩影 如果说将来后代撰写台湾铁道时 描述台湾铁道曾经有过一个黄金的年代 那绝对不是现在 而是1982-1991年 民国70年-80年这个时期 甚至是更早十年的十大建设时期 1972-1981年 1979年西部干线铁路电气化完工 自强号开始营运 往后十年 北回铁路通车 花东铁路改轨距通车 还有环岛铁道干线的最后一里路 1991年的南回铁路通车 消失的轻便铁道 台塘铁路 延田小火车 矿业铁道与阿里山铁路 民国71年 那一年是762毫米轨距的轻便铁道的灾难年 6月27日起 台东线铁路透宽成1067毫米轨距 新的花东铁路诞生 从此台北的火车不再直到花莲 而且可以直达台东 为台湾环岛铁路网的建设写下前奏曲 只可惜 东线的黄皮载客车与蒸汽机车 没有得到良好的保存而流落一箱 由于公路客运的发达 8月17日最后一条台塘铁路客运 连接嘉义到北港的嘉义线停驶 从此台塘的五分车 进入全面没落的年代 还有台延的盐田小火车 矿业铁道等等 进入停驶拆除的命运 1982年是一个台湾轻便铁道巨便年代的开始 即使是台湾最富盛名的阿里山铁路 也逃不过边缘化的宿命 1982年10月1日 阿里山公路通车 原本一票难求的阿里山铁路 业绩一落千丈 连年亏损 而面临停驶与移转的危机 1995年起 因台湾房地产大涨 潮地皮风气兴盛 嘉义要求拆除日益至竹起平地段 1997年沈木倒塌 1999年921大地震破坏 棉月献气惊未通 2003年3月1日车祸事件伤亡惨重 铁路乘过街老鼠 被要求民营化BOT 2008年10月13日事件 23K铁路毁坏 民营单位不修理并辞退铁路员工 民营化陷入危机 2009年莫拉克风灾 铁路柔长寸断 风雨飘摇 2010年政府终止BOT 收回自行营运 阿里山找平车站饭店BOT案失败之后 找平车站重建 同时 台湾铁路流行全面立体化 嘉义铁路高架化工程开始启动 阿里山铁路从嘉义到北门站路段陷入危机 嘉义地方明代要求拆除平地段 此刻 2018年又走回1995年的老路 不论是环屏或是建设 都是两套标准 独厚公路而轻建铁路 重开发而轻保存 轨道传奇 阿里山铁路的影片 真实记录到这段故事的前段 还有26号蒸汽机车在阿里山生活的画面 原有的画面场景 却已经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拆除 令人不胜唏嘘 台铁支线的快速没落 轨道传奇 留存经典时光 台铁支线目前共有6条客运支线在营运 包含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 及极线四条观光之线 以观光的角色重获新生 以及沙轮线 六家线两条新之线 是电气化捷运化的高铁联络线 过去台铁的港口之线 上有高雄临港线 花莲临港线 台中港线三条 只是纯粹货运不半科运 素级既往 包含早年民国七零年代 已经停驶的淡水线 新电线与中河线 民国八十年起停驶的东市线 东港线与神钢线等 至少有9条支线 很少人知道 台湾铁路历史上所存在的支线 至少有19条之多 1991年 是支线逐渐崩坏的关键年代 轨道传奇记录这些支线的 最后时光 例如淡水线等 那些访谈的人物 如今很多都已经凋零离世 令人感伤 台铁捷运化不利营收 铁路M型化的倾斜发展 1991年 台湾环岛铁路网完成 照理说台湾铁道黄金年代后 台铁的现代化更能稳固它的运输地位 其实不然 在追求速度 舒适与便利的主流浪潮之下 1982年 1067毫米轨距的体系 淘汰762毫米轨距体系的情节 也发生在后来标准轨1435毫米轨距 冲击1067毫米轨距生存的身上 台湾第一条1435毫米轨距铁路 淡水线捷运1997年通车 取代了1988年停驶的台铁淡水线 2007年台湾高速铁路通车 除了东部干线之外 高铁取代了台铁长途运输的角色 台铁只好定位在区域运输 被迫兴建更多的小车站 发展台铁捷运化 事实上台铁七成营收来自于长途旅客 三成营收来自于短途旅客 这样的角色出于无奈 也让累计的亏损暴增 雪上加霜 铁路M型化的发展 铁道朝向高架化与边缘化两端倾斜 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公 服务贫富差距的拉大 成了台湾铁道的隐忧 都市土地开发向前看齐 影响铁路地下化与机场迁移政策 车站是故乡的门户 是乡愁的城堡 也是台湾从北到南 各个都市乡镇的传统地标 然而 在当今一切都得向前看齐的时代 政府用缝合理论的谬论 取得台铁的土地 要求立体化 拆除台铁车站 台湾铁道面临新的变数 已都市土地开发为利益主体的政策 迫使许多台铁现有的土地 必须移交给商业开发使用 例如 台北机场迁移到富岗 高雄机场迁移到潮州 原有的土地成为商业开发的经济母 此外 铁路立体化 包含地下化与高架化 是台湾铁道建设的发展趋势 从台北 桃园 台中 一路吹袭到台南 高雄 虽然 表面上是以消除平交道改善安全 与米平都市裂缝为由 事实上还是回归到消除都市铁路 以利都市土地开发的政策 推行铁路地下化与高架化之后的都更计划 这才是重点 这样的政策下 让铁路交通事业失去原有的专业与尊严 成为土地开发逐利的牺牲品 快慢车分流 与三线四线化 台铁捷运化新趋势 台铁捷运化与发展铁道观光 这是未来必须面对的新趋势 既然如此 台铁捷运化必须增设许多小站 如果铁路只有双线 区间车班次不够密集 捷运化的成效很有限 若区间车班次够密集 提高到20分钟以内发一班车 慢车的停靠 势必影响到快车的运行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快慢车分流 与三线与四线化 目前台湾环岛铁路立体化大改建 不论是高架或地下化 是否可能留用原本地面的铁路 成为第三线或第四线 以提高路线容量 虽然这与消除平交道的政策不符 成了两害乡全取其轻的取舍问题 也造成台湾铁道的城乡风貌改变 淳朴的台湾早已一去不复返 科技的现代化 铁道追求速度与便利 是无法抵挡的时代洪流 也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必然抉择 然而 新的科技带来舒适 却未必带来真实的进步 如果 没有学会感恩与珍惜 那么建设只是带来更多的失落与遗憾 在当时的年代 铁路只有淘汰 没有文化资产的概念 轨道传奇 记录那个黄金的年代 对照今日这个没落的年代 只有老泪纵横 作者 苏昭旭 责任编辑 陈一文 核稿编辑 李扬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TTSMaker技术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